他只知道跟我吵架 跟我捞脾气 我为他留在了重庆 所有的大事全部都是我在遣救他 而且他还老替我做主 我真是受够了 我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现在就应该早点结婚 好好过日子 我希望他别再对我有这么多的不满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明29岁来自重庆健身房销售 小秦28岁来自吉林健身房销售 欢迎老魏 是在一个健身房吗 对 好像已经是八年了是吧 谈了八年 谈了八年 为啥谈了八年不结婚呢 就是我们中间遇到了很多事情 难怪呢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我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他和我老家那边的男生不一样 我说什么他基本都是依着我的 就百依百顺嘛 后来他就不一样了 我是不喜欢运动的 因为女生嘛 但他就特别喜欢运动 因为他这个运动 他就说在工作的时候 想让我们出了学校 在一家健身房上班 然后当时我是拒绝的 因为我不喜欢这个类型的工作 他就开始跟我说 两个人在一起上班的话有个照顾 对啊 他就把所有的精力啊 全部都投入这个上面 精力就很喜欢他 他就升职了 自从他升职以后 他对我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 他方方面面都开始拿着我 然后他就感觉他有权利了 那工作上有的事情 肯定是要说的 不能不交流嘛 你这个 他在家也是啊 在家也给我摆出一副 就是他是我的老大的那种感觉 过去你们俩在一起谁做饭 他做饭 现在呢 我 现在他也做着少 他煮碗泡面 你说这叫做饭吗 但是我没有做过炒饭啥的吗 那个也就偶尔炒个蛋炒饭 而且还不是特别好吃 这没啥呀 但是他对我的态度 是天翻覆地的变化呀 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他已经说了 不用我做饭 而且我已经强调了 我除了不喜欢进厨房 剩下都可以 他也答应我了 但是他现在就是 总是拿出一副 他工作很忙的样子 必须强调我去做饭 因为我们两个在一块工作 那么他又是我下面的员工嘛 他有的事情 他比如说跟我吵架了 他工作上面他就不上心 他不上心 人家老板给出指标了 你得完成啊 丢丢吧 还丢丢吧 你看那个得意的样子 我们放在这啊 时间变人是会变的 所以姑娘别那么较真 还有什么呀 就是他自从升职了以后 他不但是在家里面对我这样了 他在外面也是一点都不跟我面子了 就最简单的来说嘛 我们跟朋友还有同事一起出去吃饭 他这个人很抠 就是从来都不主动付钱 甚至就是别人开玩笑的方式 让他去付钱 他都以各种理由去推托 上次我们和朋友一起吃饭 我就说这次你请吧 我们已经蹭了朋友这么多次饭了 他当时就生气了 他当时就激了 你让我说一下行吗 就你这么说的话 老师肯定就认为是我的毛病 那你说吧 他是朋友请我们吃饭 人家做东西 那朋友咋总请你呢 朋友关系好 人家总请我有什么毛病吗 那你请过他们吗 从来不行 我没有啊 我请啊 比如说过年啊 过节 大家肯定得吃个饭什么呀 人家朋友请他吃饭 都是吃什么烤肉呀 西餐呀这些 你知道他请人家吃啥吗 他请人家就是找他妈回家买点菜 然后煮个萝卜糖 你过年过节肯定在家里面吃啊 然后别人过年过节请吃饭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家常菜在我家都吃腻了 我们还是下馆子吧 你说这种我是不是也很没面子呀 不是你别扯远了 咱们就说近的 本来我跟我朋友传说的 都是一种我气管严嘛 就是我家里我老婆都管的呢 我没法付这个钱 我平常都是穷 你还是抠啊 他就是抠呀 他跟他朋友说 你让我说吧 你可别说了 他跟他朋友当时在饭桌上是这么说的 他说哎呀 他说真羡慕你们这些 就是媳妇管的不严的 他说你们别看我现在赚的这些工资 其实我全放他那了 你说他不批准 我也没办法请你们吃饭呢 他宣传的这种感觉就是 我不同意 我不让 所以那天我就在饭桌上说 我是在外面的形象是这样 但是他那天什么 他直接站起来让我付钱 是你不给我面子 还是我不给你面子 你总要面子 你啥时候给过我面子 总把我面子当鞋垫子 他就把这些黑锅全让我背呀 他说钱在我这 这事之后他当时就发火了 那钱是不是在你呢 没有啊 主要就是没有 在我们重庆 我觉得趴耳朵 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面 但是你不趴呀 你那儿有什么用点 后来你就 这个站起来了是吧 对我就说 我说这个就是你来付钱嘛 他就说你过来 他当时脸就拉下来了 然后我到旁边桌 我还以为是怎么没来钱吗 还是怎么样 然后他就说 以后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就别除了 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他就很凶的那样对我说 当时离他朋友的桌 也就两三米的距离 他们全都齐刷刷望着我俩 你说我当时多尴尬呀 对呀 而且女生说这个确实没毛病 你站起来说 你把单买了 这恰恰证明了 平常是他管钱 今天他发话了 你就把单一买 不就原上了你的人 但是这是别人请吃饭 你这不反客为主吗 眼睛那个人吃十顿都请十顿 我也请 我只是逢年过节请而已 他一年请一次 一次就散个菜 但是我们从小长大大的朋友 不存在的呀 这些东西 别别别别 我跟你说朋友心里面也会那个 我们私下里也会说 认识这哥们这么多年 怎么就没请咱吃过一顿饭呢 我还没说完呢主持人 还没完哈 就是这个饭这个事 我就很没念入 我就走掉了嘛 你知道走掉之后 他回家之后跟我说啥吗 他说你能带就带不带就滚 他就这样说的 就是情绪有点激动 我走了 他没去找我 现在呢 他要回来了 又自己回去了 那你估计干嘛呀 那当时他已经那么说了 那我咋办吗 后来咋回去了 后来人家压根没找我 然后我换洗衣服也没带 那我肯定要回去换衣服呀 我主要是觉得每一次吵架 如果说都转门就走 每次都这样 那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不是我转门就走吧 是你说的 让我滚出去 这算是了结了吗 好 还有吧 还有就是我们谈到 结婚论嫁了吗 已经这样 然后我们就说 两个人办酒席 在以前我们谈的时候 就有这种想法 说我们到2020年就差不多 然后就结婚嘛 去年 对 然后等到去年的时候 不就是突发疫情了吗 然后不能办酒席 尤其是我们两个 就是亲戚离得特别远 然后就觉得说那怎么办 两个人商量吧 他这个时候可恰专注空子了 他就说旅行结婚吧 旅行结婚不好吗 多浪漫啊 那种疫情情况下 上哪旅行去啊 我们远的地方走不了 我们走近的呗 那近的不也是 主持人我跟你说 你知道他要领我上哪旅行吗 哪儿 我这个人不是说 必须要是去多远的地方 他说就去那个后山 看看猴 不是 说领我呼吸呼吸 大自然的容器 不是 那不是咋说山 我们那个地方 山城重庆嘛 他就知道肯定有山 那我们玩肯定也是去山上玩 对对对 他就说你那个后山 你不叫后山啊 就是一个景点 也算一个景点 然后 你当时是咋说的吗 我说那我们就远的去不了 我先答应你去远的 他那地方打出路车 十五度到了 他说这是浪漫的婚礼 你说他是人 你疫情期间 你给祖国添加负担吗 你远的走不了 你只有走近的 那你可真是减情 他现在又有大碍了 不是 我后面也 我不是说啊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我也跟他说 我说后面我们去海边啊 因为我们都不在海边住 都向往海 那我说我们去海边玩 挺浪漫的 而且都是他的口头协议 那你现在去一不了的吗 那你以前还答应我不做饭呢 他现在又答应我去海边了 你说他不就 每次你海边可以去啊 三下可以去啊 海南岛 对呀 多好啊 再近一点 天津港可以去啊 也是海边啊 还可以再近啊 北戴河 南戴河都是海边啊 是 后来 你怎么知道 打算下了节目去天津海边 就算结了婚了 那你 这事我也不敷衍人家 你还不敷衍呢 不是 我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这个旅行结婚不愿意吗 不愿意 那我们就就说那个办婚礼 办婚礼呢 你办婚礼你可别挑好听的说 主持人我来说 我说办婚礼这样吧 我不需要在什么酒店 就那种很高级 咱俩就办一个普通的草坪婚礼 然后人别请太多 就因为铺上浪费嘛 我说就你的知情好友 我的知情好友 二三世人一共就可以了 这还挺浪漫的哈 挺好 他说啥 我浪费这钱干啥呀 我还得请那些主持人啥的 他说就是领你上我家 上我那屯子 让我大姨主持 白点流水席 完事了呗 他不会说囤子吧 他就说他们那丸子 不是我们那个 他叫爸子 对对爸爸席 我们是个镇 也不叫什么 他那镇加上他们家 一共五十户人家 我想的是啥 他所说的草坪婚礼 东北得来人吧 我们老家也得去人吧 你草坪婚礼你不可能在农村呀 你得在市里边吧 市中心吧 东北来人得住吧 我得找酒店 草坪婚礼你不可能都看你俩 在那会儿秀恩爱 得吃饭呀 那你是不是也得找酒店呀 这些酒店我一合 借起来一人十万 我心想 我在这个我老家办的话 十万块钱下来 我还可以给他十万块钱踩你 我就算婚眼结大 踩你也有了 这不挺好吗 那也实在 是吧 也实在 但是你说他请他大姨当主持人 他大姨年最基本的普通话都不会说 什么时候这个婚礼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我家那些亲戚都不知道 倒是 方言搞清楚 对呀 而且他说的那种 我们家亲戚就是机票也贵 付宿也贵 我们那时候你瞎说定日子 我家那些人就背包开始走吧 走三年套 你看是不是 你也得包起票 这些费用算下 都是钱 不是说不是钱 你很现实 我根据实际情况来 反正我也不是说 这挺好挺好 他现在就是让我选择一个 如果要草坪婚礼的话 就没有彩礼 要是要那个农村霸子习的话 就给点彩礼 那你咋选 我肯定想要那个草坪婚礼 但是我彩礼也得要 不是 主持人我是觉得这样 我觉得婚礼吧 就是要用心就可以 不是说肥得整成这么 那你用心了吗 我还没整 你连我的伤的后果 有啥用心的 我以后不也承诺你了吗 你承诺的事可太多了 行行 那你们俩结婚证领了吗 到底 没有 对 没有 这个婚名节省 你得买房啊 我要是跟他把结婚证都领了 那后果我这些婚礼都没有了 行行行 你还比较清晰 他就觉得我总是在套他 我觉得我不算套他 不是 好像有点这个嫌疑 就是 行吧 就是 房子有了吗 房子有了呀 现在有了 你怎么说的那么轻松 你咋不说过程呢 过程 有了吗 反正就是 啥过程 过程是搞叫 成戏剧了 他打电话叫我出去看个房 然后我们俩看的时候都挺满意 你记着了 是都挺满意 记着了 记着了 是他叫你的还都挺满意 记住了 然后我就说行 然后他说 那我明天就给我妈和我爸打电话了 让他们也来看一下 如果父母觉得行的话 咱就拍板交那个手术了 第二天他爸他妈也全来了 来了人那个销售起早就来迎接嘛 就一顿一顿算 就是首付多少啊 月供多少这些 然后大家就觉得可以哈 他父母也觉得行 然后就交钱 这一步就出错子了 他就开始演双广了 他主导 啥双广 教授我来去卡 去去刷卡 然后过来跟我说 美女你这卡预额不足 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那可能是阿姨拿错卡了 我就拿这卡找他妈去了 我说姨 那个销售人员说这卡预额不对 我说你看你是不是两张卡拿错了 然后他妈就说 没完 我就拿着一张卡来的 咋可能呢 然后我就以为完了 这卡肯定是被谁盗了还是咋的了 然后我就说 那赶紧咱们找我提款机去看看 咋回事不行就报警 我一查 那卡里就两千块钱 你就说他那多搞笑啊 两千块钱之后 这戏剧就在后面呢 然后他爸他妈直接 他俩干起来了 他爸说 钱呢 他妈说 我不知道啊 我就放卡里了 然后他就在旁边这样一站 这样 这样 那你说我当时尴不尴尬 尴尬尴尬 我一句话都没说 那不能说呀 我说什么呀 人家老两口子都已经吵起来了 对对对 我一句话都没说 然后他们家这个事 就当科幻片一样 翻篇呢 不是 房子没买啊 房子没买 不说这事都没个位子 都没人解释 是这样的 那个房子吧 超出我的预算了 你看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先别打断我 那个房子 一百多万 说实话对于 我们家庭来说 有点承担不起 他首付就要四十多万 我爸妈自己没有那么多 就三十多万 还得去借 那相当于把父母的钱都掏空呢 那你说你作为年轻人 我是不是也得考虑父母 但是你这件事可以跟我说呀 不是 你当时算的时候 说这房子是挺好的 咱现在买不起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 我买不起 然后买不起 我又看他特别特别喜欢江景房 夜景也有非常好 就上下两成的 你看真会形容 有个随口就叫江景房 看了之后 他就非常喜欢嘛 我就跟爹妈说 我这房子我可能买不起 我也不想让你们压力这么大 然后最后就 就用了这么个 委婉一点的方法 所以你爸你妈的演技也不错 你是当时就发现的 没有 我当时挺慌张的 然后我就想 这钱咋的了 而且我中途说了句 不行咱就报警吧 我就想 你说这里面 三四十万没了剩两千 主要是我说话 他们仨就关上信号了 压根不理我 我才感觉到这事不对 后面 我肯定这个得吵架吧 你吵架你肯定就说不行 我心想等一个 好一点的时机再跟他说 但是后来 这个房子我没买 我也去买了其他的房子 我也在为我们的工房去准备 而不是说 他另一个房子更搞笑 我都没去 自己就去买去了 自己买完了回来了 而且他买的那个房子 离我们上班的地方老远了 我叫他去 他不去啊 他觉得他不相信我 他说你们家买房怎么能买 你知不知道那个放羊的那小孩 放羊的小孩也放好一次吗 我那才放一次吗 不就 这把狼直接就除了 就给你掏色了 买了吧房子 买了 买了就行 买了这个房子 首付二十万 但是他从他父母要了三十万 他也付了二十 你说他是不是上十万 上十万 这十万我就觉得正常 是不是要装修 人家说不装修 装修等着我 然后那十万人家要买个车 说要潇洒潇洒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那个房子 把三迪试中心远点 我先上配台车 那我们以后上下班啊 咱们不是也能用吗 这配置不就齐了吗 我想 他就是腰面子 啥都往自己脸上贴近 买车我觉得可以啊 买车 那你的房子不装修 我就直接搁水泥地上 出地板搁 就睡觉啊 得嘞 这婚还结啥呀 还有事呢 更搞笑的是个后面呢 听个搞笑的 更搞笑就是这房子没装修呀 然后他这钱是不是在兜里呢 然后我这么多委屈 你说我跟谁说 那我只能跟我自己父母说吧 然后我就跟我妈视频的时候 我就把这事说了 我就说我最近怎么怎么事 我说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然后我妈就说 是这样的女儿 她说我也不劝你感情的问题 她说如果你觉得 你在那边待得不顺心 工作也不开心的话 你就回来 回来的话 妈给你买个房子 然后如果你的男朋友 你们俩感情还在 他想要和你来咱家这边 你就告诉他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 倒叉门的那种想法 就说咱家不再影响你俩感情 你俩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只不说你回家这边来 房子妈给你买给你装修 她是这种想法 就别受这种窝泥气了 因为她不说 她又父母又压力又这又那的吗 这事就被她听见了 那你说她都不听重点 这时候老丈母娘都不愿意了 你说她听了啥重点 哎呀 你家有着实力给你买房子 那你家的钱 为啥不拿出来给我装修呢 你家是不是留一手吗 然后开始跟我闹 让我必须跟我妈打电话 把我妈要给我买房子的钱拿出来 给她豪华装修 我觉得吧 就是两个人出对象 你不能什么事都跟你妈说 跟你妈说 那你说我俩怎么处 那我跟谁说呀 你把我给你妈关系绕黄 我说的不好的 也没有任何的胡编乱道 全都是你做的 还结吗 不结 结啊咋不结呢 跟谁结 跟她结啊 她就总感觉说 我们俩都谈八年了 就是倒嘴的鸭子了 我还想再掏点钱 她就这种 穷和敷衍是两个事 但是她现在就是 什么事都想掏掏了事 对就是太多问题 我也是为我们的以后考虑 你现在不打击鼠以后 哪来钱啊 你结婚你还在生孩子 你不是生活吗 你现在就这样 小家生孩子 喝戏没疯啊 行了行了行了 八年了哈 分开挺可惜的 是吧 不分开这也过不下去啊 这没什么冲突啊 但是事实都是冲突啊 涉及到所有家庭 核心力的事 你们都搭不成一致 对 你们家有钱 给你在东北买套房 为什么你们买房的时候 从家里拿点来 共同建设 他根本没无提 这个事啊 没商量 要求人家干啥啊 咱们 那你装修要求人家干啥啊 他就想买房 我小链子 他逃不钱 你两边不都可以使劲吗 所以这里面 到底应该怎么办 轻一点 八年的感情确实不弱 但是有一个统计啊 谈的时间越长 结婚概率越低 今天看看你们 能不能创造一个奇迹啊 咱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虽然说这个时间和青春 确实挺可惜的 但是你们两个人 从最根本的 对于金钱的价值观 是完全南辕北辱 你以后跟着他过日子 你会有受不尽的委屈 数不过来的气 他显然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 他多的是算计 他就觉得 这钱就应该花在刀刃上 这婚礼吧 你要办草坪的就不行 但他永远都不会想说 这个婚礼是女人 一辈子的梦想 我因为爱你 我娶了你 我愿意帮你 把这个小女生的梦想实现 他也不会想到说 这个如果你去了 他们爸子去办了 那个流水席 这个婚礼会成为 你们婚姻生活当中的 之后的一个哥的 你会一直记在心中 但凡有点什么事 一挑出来 当年你连个婚礼都没有 反正就是你们日后 吵架的开始的根源 更让我瞻目结舌的是 我为什么觉得他不能嫁 他们家一家三口 可以演戏 这件事很可怕 我们看似是说 因为你们刚才在讲 这件事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是你误会了 我没想到结局 是真的使了个诈 我觉得有什么事情 你们相处八年了 可以坦诚地告诉你 所以说这个男人的面子 比爱你重要 关键是 他爸爸妈妈 也参与其中 如果是民事里的父母 会跟孩子说清楚 咱们不能这么骗人家姑娘 就告诉人家 我们钱不够 咱们想想办法 如果你要真是一个 冲我们家 前个房子来的姑娘 那这样的姑娘 我们也不会取进门的 但如果跟这姑娘说了 咱们缓一缓 先拿一个房子过渡一下 没问题 那说不定你这么一说 那我跟我妈妈说 要不然再接骨一点 这事就成了 关键是 他心存小心子 我觉得这件事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止步 及时止损 虽然说可惜 但是总比你把你的人生 搭在这样的一场 错误的婚姻当中 要好得多 好吧 所以我觉得就算了吧 谢谢 我怎么觉得你俩 挺般配的呀 女生你看你只老虎 你就嗓门大 对 啥事都做不了主 对 买房买房不行 拿钱拿钱不灵 工作工作的听他的 你有自己的主张吗 男生 假的趴耳朵吗 你什么地方让着他了 你什么地方宠着他了 你什么地方给了他面了 那后面锅子的需要钱 你公司都没给人家 还在外面说 我趴耳朵 我钱都交媳妇的管的严 这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啊 撒谎脸不红的呀 也就是他大大咧咧的 但是人家姑娘单纯 你不能这样哄骗呀 你全部都是用你所谓的那种 让自己舒服的套路 让他跟着你团团转 但我为什么说你俩合适呢 你们俩其实都不独立 一说就是 哎呀我买房啊 跟我爸我妈要钱呀 首付他们得出啊 这边不也一样吗 我就过不好了 我妈说了 回家我给你买房 你们都谈恋爱谈了八年了 都准备结婚了 还这么依赖父母 自己都不愿意独立和成长 所以挺搬配的呀 就在一起过家家呗 有什么困难找父母呗 但我劝你们 婚姻可不是过家家 你们结婚以后 就是两口子要去承担 如果你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双手 撑起生活 那你俩过在一起 那日子就过完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不适合结婚 你们还是更多去考虑一下 如何把生活规划好 再说进入婚姻的事 谢谢 出门的男人可以嫁 但算计的男人不能嫁 他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算计 然后大学毕业他又在算计 你们俩住在一起是合租 你对于他来讲 是省了房租钱 并且也可以照顾他的衣食起居 甚至到健身房工作 他也是算计 因为自己平时反正也要健身的 在这工作还能免费的健身 女朋友弄到那去 还是算计 可以看住你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 就是算计的更多了 算计到买房子 为什么他没提 跟他一起付首付什么的 因为他就要在婚前 自己把房子给买了 这个说明的是他婚前个人财产 这样的话 万一你们没有过到一块去的话 这个房子就还是他的 最多你就是分一分贷款里头 还的那一点点而已 然后让你再一起去装修 多棒 像这样的男人 我不知道你跟他待在一起 接下来会有什么 但我可能会知道的是 他会先算计你 然后算计你父母那边有的东西 就像现在已经开始抱怨了 你们家既然有钱 在东北能卖房 为啥不愿意在这边弄一点 总之他会保护好 自己所有的利益 而不惜牺牲掉女朋友的利益 这样今天我觉得 你来到这里来 我不知道是你们俩谁的主意 我 你希望我们来干嘛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两个 到底是走下去还是怎么样 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我感觉时间还有点可惜 毕竟我这些时间 都浪费在他的身上了 我刚刚说他算计的时候 你频频点头 我以前不知道这是算计 女朋友算计 朋友算计 女朋友的父母算计 这样的男孩子 如果您说您之前不知道 什么是算计 所以呢就是被他算计了八年 那么今天我就明确地告诉你 他这就是算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都不用跟他过 因为这样算计的人 他永远在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我是建议你们分手的 如果之前是因为傻 那么今天就不要因为天真 和认为他会改变 而继续耗费自己的时间 他告诉他爹妈那个 首付是三十万还是二十万 他跟他爹妈说的是首付三十万 但是他有十万是留下来了 你爸妈为什么不说实话 因为他知道 他要是说首付二十万 他妈不会给他十万买车的 别的话几位老师都说了 我都挺同意的 小伙子我就提醒你一下 你这个情况在我看来 就三个字 不善良 你知道什么是善良吗 善良就是善良 善是包含着善意 良是良知和良心 首先第一个 八年恋爱到现在 要达成一个目标 他跟你玩的还是套路 这叫不包含善意 整整八年的时间 我说句实在话 是块石头也雾热了 你没有 你还是良的 我其实是真的是真心想教你 小伙子 我能够理解你的 整个做法的核心点是什么 核心点就是我要搞定 我有一个目标 我要搞定 所以我可以套路你 我可以套路爹妈 我可以套路你爹妈 我可以套路我朋友 我套路一切 我只要搞定就行了 但所有的搞定 背后 居然是你把除了你之外的 所有人都当成了外人 没有一个人是你自己的 请问你 这种搞定的背后 你孤不孤独 你可以选择孤独的 去当一个搞定一切的人 不会有人真心爱你的 因为真心爱你的人 八年了被你套路了 真心想给你买房子 你爹妈被儿子套路了 你那些朋友我都不说了 你想想 让我跟姑娘说一句 人和人之间 最重要的不是对方对你说实话 是你自己要对自己说实话 谈了八年恋爱 你应该明白 你一开始爱上的根本不是这个 你爱上的是自己内心的幻想 你用八年的时间证明了 你以前爱的那个人是不对的 这个时候就得对自己说实话 这整整八年时间 我究竟和一个真实的人在谈恋爱 还是在和一个内心的幻想在谈恋爱 这个幻想在自己内心那个人设 还撑不撑得住 如果撑不住 你就要明白了 究竟你应该 制造下一个幻想呢 还是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 和你内心想要那个一模一样的人 就这样 咋了小哥 就是听的话就是一直感悟着自己 总结自己 其实你最不应该的 就一直想帮你说话 但是就因为你跟你父母那场戏 让我一点帮你说话 我都找不到可以帮你说话的地方 我在想如果我的闺女跟我说了这话 我就跟她说一句话 这还得了 她可以利用一切人达到自己的父母 这就叫太可恨了 那不好等啥呢 改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条 刚才听到老师们的话 感慨也挺多的 就是说做人呀 不能啥事都为结果想 也得为过程想 过程说出来 可能结果才能说 我可能就是太在意结果 反而导致 就像刚才老师说 欺骗父母欺骗 其实我把自己欺骗的 也相当于我觉得 老朋友我还是跟你说 这个再给我点时间 会做给你看 谢谢老妹啊 请回请回 请关门 请开门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就努力的摸摸做 谢谢你们机会 谢谢